参院部批准苏维斯掌管劳工部,拜登让他无限期担任代理部长,特朗普任命法官宣布折中方案,机密文件案定于明年5月开审,上半年全美汽车盗窃案频发, 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暴跌355%,美高端烈酒需求持续增长,各路明星抢商机涌入市场,白宫向人工智能大公司施压,七家企业承诺保障技术安全,中情局长伯恩斯获赏识被拜登提升为内阁成员,亚马逊推广掌纹复杖技术,引入全美500多家,全时超市。 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是7月21号,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拜登提名华裔官员苏维斯担任联邦劳工部长,但是国会参议院对该提名的确认程序已被搁置了近5个月,据知情人士披露,拜登似乎已经失去耐心,转而寻求让苏维斯无限期的担任劳工部长代理部长。 来自加州的苏维斯,曾是民权律师,担任过加州劳工厅厅长,拜登对他的提名遭到参议院所有共和党人和两个民主党人联手抵制后,参议院便搁置了这件事。 知情人士透露,苏维斯将继续担任劳工部代理部长,而拜登也不打算撤销对他的任命。 消息人士称,拜登政府认为苏维斯可以无限期的担任劳工部代理部长,因为他已经被参议院确认为劳工部副部长。 他们援引了一项法规,指出在继任者被任命之前,苏维斯可以一直履行劳工部长的职责,劳工部长职位空缺以来,全美出现了一波新的罢工潮。 一些支持苏维斯的工会领导人说,他们并不担心他的地位,曾与苏维斯和前任劳工部长沃尔什共事的国际油气工协会总主席小威廉姆斯称,目前没有一个获得参议院确认的劳工部长并不重要。 他说,这些政策是在本届政府的头两年制定的,苏维斯弥解这些政策,他是副部长,参与了所有政策的制定,他可以继续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进, 包括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曼钦在内的反对者认为,苏维斯的进步派背景,使他无法在劳工和行业代表之间达成妥协。 白宫官员多次公开宣布,拜登对苏维斯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一位消息人士称,他已经在做他被提名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如果需要,他可以在选举期间一直担任该职务。 7月21日,负责审理前总统特朗普机密文件案的联邦法官宣布,他决定2024年5月20日,在佛罗里达州伊尔斯堡联邦法庭开始审理这个刑事案,预计需要两周时间。 当天,特朗普当政时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坎农在一份提交给联邦地区法院的文件中,宣布了特朗普机密文件案的开庭日期。 这个时间表比联邦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所要求的开审时间晚了几个月,但对特朗普来说也是一个打击。 因为他希望把审判推迟到明年11月总统选举结束之后,史密斯在最近提交的文件中一直要求12月11日就开始迅速审理此案,而特朗普的律师则请求坎农。 把审判推迟到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之后,他们便称司法部要求的12月开庭日期不合理会导致司法不公。 本周早些时候,碰遍双方在佛州吉尔斯堡联邦地区法院的听证会上对各自希望的开庭时间做了论述,坎农据此推出了折中方案。 目前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阵营中处于领袍地位,如果按照坎农宣布的时间表审理此案,一系列关键州的初选已经结束。 紧接着,2024年7月中旬,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密尔沃基举行。届时,共和党将在那里选出这一届总统候选人。 在精密文件案中,特朗普被指控犯有37项联邦刑事重罪,其中包括违反国家安全法,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向调查人员撒谎等,尽管他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然而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坐牢惩罚。 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透露,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通知他,他已经成为另一个联邦刑事案的调查目标,涉及2021年1月6日国会暴乱事件。 除了联邦指控,特朗普还面临纽约州法院的刑事审判,今年4月,他对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指控,拒不认罪。 此案的审判将于2024年3月开始。 与此同时,佐治亚州警方也在调查特朗普企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违法行为,并打算提出起诉。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2023年上半年,选美汽车盗窃案频繁发生,比去年同期猛增了34%。 刑事司法委员会日前公布的,美国城市犯罪趋势年终报告显示,于2022年上半年相比,今年1月6日,全美机动车盗窃案件增加了约三分之一。 该报告称,这种增长很可能来自启亚和现代汽车广泛被盗,不过该报告也指出,在这些韩国品牌汽车成为主要被盗目标之前, 汽车被盗率就已经上升了,研究发现,今年前6个月,全美汽车盗窃案比2019年同期多了104.3%。 研究人员指出,在提供犯罪数据的32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此类犯罪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甚至更多。 其中,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汽车盗窃案增幅最大,高达355%, 而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汽车盗窃案降幅最大,为41%。 该报告称,机动车盗窃是一种关键犯罪,因为它有助于实施杀人和其他犯罪。 该报告研究人员洛佩兹说,绝大多数车辆盗窃都与另一种犯罪有关,包括暴力和财产犯罪,以及出售被盗车料。 这项研究发现,虽然美国汽车盗窃案显著增加,但凶杀案和其他暴力犯罪却减少了。 今年上半年,全美抢劫案件比2022年同期减少了3.6%,凶杀案件同比减少了9.4%。 然而,与新冠疫情前相比,凶杀案数量仍然有增无减。 该报告称,在这些城市中,2023年上半年的凶杀案比2019年上半年多了24%。 7月21日,有媒体报道说,随着美国消费者对烈酒,特别是高端品牌烈酒的需求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名人开始利用其明星效应为高档烈酒代言。 从电影明星,运动员到模特儿,音乐人,各类名人都在与顶级烈酒品牌合作,甚至直接投资,以建立有利可图的合作伙伴关系。 据新BC报道,美国蒸留酒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美烈酒销售比2021年增长了4.8%,并且在市场份额中的占比超过了啤酒。 2022年,在全美酒类市场中,烈酒销售额的占比为42.1%,首次超过了啤酒,啤酒销售额的占比为41.9%,而在2000年,啤酒销售额的市场占比还是58%,现在消费者愿意花较多的钱买高端且优质的烈酒,其中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相对于啤酒而言,烈酒的价格整体上便宜了20%, 尽管疫情期间,虽然人们普遍感受到了通货膨胀恶化和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压力,但仍然愿意为比较贵的奢侈酒掏腰包。 于是,高端烈酒业务对那些有足够资金和名气的人而言,便日趋成为一项诱人的投资。 Discou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旺格指出,近年来,消费者对优质蒸馏酒的兴趣日益浓厚,吸引了许多名人的参与热情。 目前,与美国烈酒市场上,有几十个此类品牌都与名人有关,各行业的知名人士都与顶级烈酒品牌合作, 或在该行业内建立其可带来丰厚利润的伙伴关系,或前往各地的产品做宣传和代言。 这个趋势在龙蛇蓝酒领域最为突出。2022年,美国市场龙蓝蛇酒的销售量同比2021年大增了21%。 今年夏天,多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演员沃尔伯格在全美多地的酒吧和餐馆担任酒保,向消费者大力推销他的龙蛇蓝酒。 其合作人兼该公司创始人马尔克斯透露,这位主演过电影《猿人星球》和偷听换日的明星入股该品牌后, 龙蛇蓝酒的销售额就出现了指数级增长。 马尔克斯称,马克拥有庞大的人脉网络,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扇大门,有了他这样的人来放大品牌,人们会更愿意接纳他。 影坛巨星克鲁尼也拥有他自己的龙蛇蓝酒品牌,他在美国电子商务平台上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 克鲁尼是第一批展示出优质烈酒生意大有赚头的名人之一,他于2013年创立了该品牌, 2017年以10亿美元把它卖给了烈酒集团地亚集欧。 目前,该品牌在龙蛇蓝酒位别中占有19%的市场份额,是该平台迄今为止最畅销的龙蛇蓝品牌。 7月21日,白宫宣布包括亚马逊、微软、谷歌和Mailer在内的7家美国AI技术头部公司, 已经同意自愿为AI技术的发展提供保障,并承诺管理相关风险,确保信息透明度。 当天,这些家公司的高管在白宫与总统拜登会面,正式承诺将努力确保AI技术的安全,减少新技术的滥用。 拜登说,我们必须对新兴技术,可能对我们的民主和价值观带来的威胁,保持清醒和警惕。 这是一项严肃的责任,我们不能出错。 拜登希望这些公司确保,创新不会以牺牲美国人的权利和安全为代价, 正在开发这些新兴技术的公司,有责任确保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 这些公司承诺,他们将对其人工智能产品进行安全测试, 其中部分由独立专家进行,并与政府和其他试图管理该技术风险的人分享其产品信息。 7月21日,总统拜登宣布,他已经邀请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成为他的内阁成员。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他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正以一种清新长远的方式, 应对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国家安全挑战,从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 到管控与中国的负责任竞争,再到应对新兴技术的机遇和风险。 今年早些时候,伯恩斯曾秘密访问北京,他那次访华的使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拜登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不会赋予伯恩斯任何新的权利。 拜登说,他有尊严的领导,代表着美国最好的一面, 我期待着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与他合作。 伯恩斯加入内阁后,拜登内阁将由26名成员组成, 包括副总统贺吉利,15位部长和10位内阁级别官员。 电商巨头亚马逊正在推广其掌纹支付技术, 要把它引入全美所有的全时超市。 该公司7月20日宣布,到今年年底, 其Amazon One掌纹识别系统将很快在全美500多家全时超市投入使用。 早在2020年,亚马逊就推出了这项技术。 据介绍,选择使用Amazon One掌纹识别系统的全时顾客, 不需要用现金或手机支付,只需要把手心朝下, 悬放在收银台旁边的扫描以上片刻,就可以完成负账。 首次使用的消费者则需要先在一台读卡器上扫描手掌, 并且和付款的银行卡绑定。 不过,亚马逊这项技术也引发了隐私安全专家的担忧, 尤其是亚马逊如何保管和处理它采集到的人体生物数据。 对此,亚马逊承诺它这个系统高度安全。 ,亚马逊承诺它这个系统高度安全。 对此,亚马逊承诺它就3分4分4分5分3分4分4分3分4分。 对此,亚马逊承诺它是非常级的, 亚马逊承诺它是非常级的可以流氓。 感谢观看